在记忆中混杂着风景,风景中隐藏着记忆,带您来欣赏郭明福的油画 百月博云郭明福油画各展即日起至10月2号在红艺术金正展出 风景画是郭明福一场无法治愈的病,记忆中混杂着风景,风景中隐藏的记忆 每个人心中都纯长的几幅施防风景,独处之余便会神由其中,自得其乐 那老师他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认真的一个老师,而且非常的执着 然后他的现在他是用古典美术的画画,然后来画我们台湾的好山好水 那他自己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一个画家 他为了要画玉山,为了要画大坝尖山,画了我们台湾所有的好山好水 他全部都是自己真的亲自去登山 他光光玉山自己就爬了十次 所以他每一次他可以把一个山峰最漂亮的一个景色 然后画下来让大家来看台湾的这么漂亮的山岳风景 那他同时自己也走遍了我们台湾的大山大水 他把台湾最漂亮的海岸,最漂亮的山岳,然后就呈现给大家 同时他会在最漂亮的一个光景,然后他把这个光景他所领略到的 然后画出来让大家来感觉到我们台湾是多么美丽的一个宝岛 那他也有志于就是说他要在他有生之年把我们台湾最漂亮最漂亮的一些景色流传下来 让后世人能够看到 所以说他现在还一直努力的在创作 他自己自诩为一个公务员的艺术家 所以他现在很减少外物也减少去做评审 然后很努力的一直在创作 那他也希望就说在他的历史地位上面 能够为台湾的美术史上面给他自己留个一席之地 今年五月郭明福老师第十次登上玉山顶 风雨中站在高杆上 人与大自然融解在一起的感受刻骨铭心 于是郭明福老师更确认了 画百岳是我的宿命与责任 百岳博云可以表达郭明福对台湾这一片土地的尊敬与爱惜 向云依附着山一般的情感 法界新闻来龙许可永台北采访报道